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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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叫茅茜茜 我的中文名字是美华 我是波兰权 我一直深受中国文化的 吸引 所以我三年前 开始学习 我认为这是 了解一个国家 真实的 文化历史 和人民的地步 我是移民 研究师 我上场画画 当时 波兰画画的 形式 和中国的 不一样 中国画更能 表现我的内心 所以我尝试中国画 这是我的第一次画的美华 波兰也有美华 当时和中国的 美华很不一样 我喜欢美华 美华 箱子 古盘来 这种在 冬天开放 的话很 缺大 我非常喜欢我的名字 我也喜欢中国的柱子 因为它的质感 挺棒 但叶子入美 风吹的时候很美 在我没结束 中国画的时候 我从来没想过 梅花和柱子 可以在一起 这让我感到很 心想 就像两种 文化在一起 书画是中国一种 承门着 学的艺术 我感受到 无限的美丽 中国文化 将你练习 所以我选择 从这种书题 开始练习 等我开始的时候 我不知道 书画怎么困难 这是我的练习 你可以看到 我的卷子 我特别喜欢书画 我每天想来的第一卷 十九十练习 学书画的时候 我中国是万几十人 这是我学的专书 学的是 我乡书世界 笔下苍千古 这是我对中国书画的理解 书画很好 书画里有很多中国文化 如果想要了解中国文化 就可以学书书 书画 书画和围坏 拯救了我的大脑 这很好 因为有助于我的练习 我希望我的书画和图 更好 希望你们喜欢我的作品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